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教学美甲 首先用到的工具是钾片和706的美甲笔 再来一个豆沙色的打底 金属胶 那在美国做的最多的就是快钻美甲 线条美甲和火焰美甲 那今天就是做火焰美甲 首先我们用豆沙色打底 第一遍灶灯 然后在第二遍灶灯 大概都是60秒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机甲 大家就慢慢看视频吧 其实就很简单 火焰美甲呢就是 会画S型 那大S小S 然后在S加S 差不多就是大概就是很任意的发挥 然后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难度都不高 我一边做下来 一副手的话 全部画下来的话是15分钟 如果做钾片的话呢 我大概是5分钟就可以画完了 那你们就慢慢看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简单的基础就是 学会画S型 这个金属胶的特点 这个金属胶的特点就是 一次性化完 然后不能用洗甲水 或者酒精去擦拭 如果一擦拭的话呢 这个金属胶呢就会变得很灰 一次性化完的情况下 那上分层的话 也会变得很亮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差不多是这样 你们慢慢观看 传承呢都是没有加速的 然后 大概5个手指就是这样 画啦画啦几下就好啦 那我们现在来看吧 我们再看吧 这边看吧 这个金属胶的特点 有点的视频 就是这样的肯定 对骨頭的特点 就有点亮 那我们再看吧 就是这样的肯定 好一点的肯定 然后再看吧 就是这样的肯定 那我们再看吧 就是这样的肯定 接下来 就有点虚度的肯定 然后再看吧 我们再看吧 这边的肯定 又再看吧 这边看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